詞曲 李宗盛 自有比賽以來就有傳言說 勝這家東西會令運動員震前失利 我們想知道了 比賽前進行升行為 是否真的會影響運動員林鄭的表現 禁慾之說又會不會是教練佳嚴的策略 這個傳言在拳擊界很盛行 連樂奇的教練也是這樣說 女人會令你腳軟的 要驗證這句話 我們請來兩屆重量級拳擊冠軍 布萊德 比賽前進行 前面的重量比賽 這是我一直想討論的事情 我一直以為這是一個謎 這音樂挺柔和 布萊德要參與一個實驗了 運作性行為是否真的會影響比賽表演 他同意在接受測試之前 禁肉一星期 Chris, 謝謝你來 你已經長久了,對嗎 是的,我已經 已經是一小時,但我已經 所以,我們要去拿你的血 輪到你很多測試 我們會找到一遍 好,來吧 為了挑戰這個傳言 布萊德在性行為前做了一輪的測試 要驗證 女人是否令你腳軟的樂奇理論 我們就量度布萊德性行為前的腳力 好,來吧 來吧 那是你的最高的數目,1232 好 布萊德在性行為前的腳力是908磅 而性行為會否減弱他的心臟機能 布萊德要做踩單車測試 那是你的速度 繼續走, 這麼困難 這麼困難 布萊德的心跳最高是達到每分鐘180次 要知道布萊德的拳擊力度 我們找他拳打內置了感應器的沙包 特別是要名借美國拳擊會借出沙包 好 好 好 有些好刺 好 在性行為前 布萊德一拳有1128磅的威力 最後我們為布萊德驗血 量度他在性行為前的高酮水平 得出每毫升325納克 是屬於一般水平 如果布萊德在性行為之後 血液中有任何的化學變化 我們都會知道 不管他有甚麼親密謊言 科學都可以一目了然 我們會把你送給你 你和妻子 你會去一個不公開的位置 做你的事 回到後做同樣的事 對, 我們會不證明這個謊言 因為我知道很多球員 覺得我必須離婚禍 直到比賽 我認為他不可以做任何事 現在是測試的重要部份 布萊德和太太來到酒店再度蜜月 我們稍後會再看看他能否推翻傳言 好, 科學就是要來驗證的了 賽前進行性行為 是否真的會影響比賽表現呢 兩屆重量級拳擊冠軍 布萊德和太太翠西 一直都不相信這個傳言 我們安排布萊德做一連串的測試 量度他的體力 心臟機能 以及高同水平 然後送布萊德夫婦再度蜜月 然後等呀等, 等呀等 經過漫長的等待 這對實驗怨恙終於步出外巢了 早安 我們可以繼續驗證 有關賽前性行為的傳言 Chris 怎麼回事 是嗎 是一場的一場鬥 preced 兩場鬥呢 是甚麼 這是十二場鬥 確確的 所以你真正確 是在第三個人 但Chris Bernd一直回事 金 frequently贏 會在過的 真正在乘搭,放深深地乘搭 把你都給我,乘搭,乘搭 布萊德雙腳的力量比之前更強 我感覺更強,比昨天更多 這證明了性行為不會令運動員腳仔軟 把你都給我,給我所有的汁 來吧,示範一下,一分鐘下 來吧,15秒,10秒 示範一下,示範一下 最高心跳每分鐘180次 跟性行為之前一樣 所以性行為不會損害你心臟機能 那是甚麼? 是痛 好 那是30秒 布萊德出拳的力度 由1128,增加到1304磅 所以經過3、4個測試 我們可以證實到 性行為之後的4個小時 布萊德一樣這麼厲害 原因是這樣的 要注意的是,布萊德一開始 一心要打破迷信 這是我一直想要証明 我一直以為這是一個謎 布萊德會否在之前測試刻意留力呢 等第二次測試表現好一點 你覺得有機會 他會把原本測試過? 我們會找到血測試,因為那不會騙 翠西說得對 高銅水平是不能做假的 這是終極的驗證方法 很快就到了關鍵時刻 結果有了 之前布萊德的高銅水平 是每毫升325納克 勝行為之後,他的高銅水平 是每毫升462納克 布萊德,你是我們的偶像 你證明了運動前升行為 不會影響比賽表現 表現更加不跌反省 你的表現提升了兩成 如果你看到科技的科技 是真正的謎 布萊德徹底證明了 大情人都可以同時做運動建長 今集的運動本色 我們分析過古老的傳言 驗證傳言的真偽 但我們要保持開放態度 睜大眼看清楚 才可以看清事實和真實 為了